看一下就是说 刚刚的这个 这个部分 做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那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完成 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不用REPDI而言 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用哪一个函数呢 用那个TEXT也可以 那这个TEXT呢 它主要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在文字里面 找到那个TEXT这个函数 OK 这个函数里面呢 它就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一个是 Value 就是你的那个 比如说区码或莫码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format test 如果你要格式化 假如说呢 以后你要把一段文字 一段比如说那个 手机 或身份字 或编号 你可以利用什么 双引号 记得先双引号 000 你补上三个0的话呢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你这个84 格式化成什么呢 本来是数字 经过这个format 000之后 它会帮你把它变084 而且前后呢 有帮你加 双引号的文字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test呢 函数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帮你格式化 而且帮你转换 转换成你要的格式 再做输出 所以呢 如果刚刚的这个 IPI 如果你不要用的话 其实你可以 换成 test函数 那使用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前面是等于 然后双引号 09 end 那如果后面要串接什么 一个 电信业者end 这个 然后再end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再end 什么呢 这个地方后面呢 如果你要加一个 084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 这个前面有个下拉清单 有个test 如果你 最近没有使用过 它不会出现在这里 你可以其他函数 一样找到文字 里面的test OK然后呢 选择这个 门号区码 然后一样哦 format格式 把它打一个 000 后面一样一个 双引号结束 这个双引号一定要打 如果没打的话 后面它不会帮你格式化 OK 按个确定 084 那后面如果 莫码也是要 一样的做 一样的结果的话 你把这个 再复制一下 一样从end 复制到最后面 把它贴上 把g4呢 改成h4 打勾 结果也一样 OK 所以 这个是 第二种方法啦 不过相较之下 其实会比 应该会比 刚刚的rept加 也很难的 简单 所以 在issue里面 其实解法没有 所谓的标准答案 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 也许你可以 如果你知道的函数越多的话 那相对的 你可以用比较多的方法 去解决你工作上的问题 OK 那这个是有关 利用那个 这个 TST函数 去解决 手机格式化的问题 那一样 我把这个 综合练习 把它按 Ctrl键 拖拉 按Ctrl键的话 就是把它复制一个 一个 一个新的 那个工作表 然后把它加一个 刮壶 那个 VBA 接下来 我顺便 demo一下 如果你要做VBA的话 大概就这样 按下它 它会自动帮你把所有的东西 一键就帮你输出了 这个是VBA的第1种方法 第2个方法是 插入函数里面 如果你今天要一个函数 那那个函数呢 尽量越简单越好 你可以 什么 使用的定义 定义什么呢 手机函数 一个罗卜一个坑 按个确定 结果也可以做出来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手机这个函数 在你电脑应该是没有 那 可是呢 你如果要让它产生的话 这个叫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呢 实际上也是VBA的一种 那这个VBA 的 制定函数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如果你工作 非常复杂 你其实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制定函数 就可以 很快的把工作给完成 而且 这个手机函数还可以 进化版是 你不用选三个 我这边有个手机 范围 选个范围也可以 这样更简单 有没有 点两下 工作做完了 所以未来如果你的工作 假如 会有这些 刚刚的需求 甚至更简单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选一下 结果就出来 那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方法 按下按钮 这个是VBA的第二种方法 制定函数 那怎么做 我想待会再来看 那请各位呢 先试着 把那个 刚刚的综合练习 改成TEST看看 刘二 刘二